我们怎么说呢 应该怎么说 因为应该说从第一课开始 那么包括我的盘后的分析 包括我们盘中的提示 或者说包括板块个股的一些 一些看盘 包括盘后收屏 我会去关注的东西 那么其实都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今天的课程的话呢 面覆盖面大 但是的话呢 需要大家把之前所学到的东西 一点一点自己把它对应对位 把它灌进去 好吧 那么我一会儿呢 先关QQ 那么今天节课以后呢 我这边还是希望同学能够每个人写一份 就是说也不用多复杂吧 当然文笔好的 可以写一下一个月的提会 那么 我也可以去给一些新同学 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些学习体会 也是为了 下一期 我的新的一些学员招生 也是能够有帮助 因为招生越多 那么 我也备有面 挺有面子 你说招招招招少了 那讲个也没啥力气 没啥力气 那么今天盘后的话呢 我们等下课之后呢 如果说同学啊 有什么体会啊 或者什么的话呢 我们去大群 去大群发一发 好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也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 我们相互支持 相互支持 好吧 讲错的炸鸡蛋啊 讲对的送鲜花 OK 那么我关QQ了啊 我关QQ了 好 有问题管理员打电话给我 好吧 好 好 把这个鼠标调一下 好 那么开始今天的课程 大家晚上好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交易体系的建立 那么所谓交易体系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因为交易体系 它并没有说明确指的啊 12345 没有 因为每个人看盘 和他自己所掌握的方法 他自己的那种分析思维 思路 或者说他自己所学到的 技术派都不一样 那么什么是交易体系 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呢 交易体系 它就是一种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和建房子一样 这种声明 过 过 OK 那么交易体系 就是建房子 那么我们每个同学 在来这之前的话呢 都是思维啊 或者不说思维 就是说交易体系 根本就没有啊 东一栏头 西一半子 今天买这个 明天买那个 那么今天买的和昨天买的 完全是不达嘎 两种账法啊 你让你说说出一个123 你也说不出来 那么通过我们梳理了交易体系之后 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呢 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建房子 我们把每个地基 每一根干净水泥 每一个柱子搭建起来 每一层楼 用干净碎泥土 把它浇灌起来 能够形成一个很稳固的啊 在任何行情下 任何盘面下 大涨也好 大跌也好 你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 一种交易体系 那么这个才是需 我们每个人所需要去 最终目标完成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 而且是持续改进 不断的不断的去优化的过程 那么在这种思路下 如果说OK老师 我建好了一座房子了 那么我建好了房子之后 要做什么 那很简单 你建好了这个毛培房 下一步做什么 下一步就是做进装修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的交易体系什么都有了 那你最后就要落到 落实到旁面上 对不对 落实到旁面上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选择一间 我再举个例子 这里是 这边是 上北下的左西右东 左边是西 那边是靠北 那边是靠北 这边是朝南的 那么这边是什么 朝东的 那么在南方来说 朝南的房子好 东暖夏凉 通风特别好 但是在南 在北方的话呢 就随着不同的地区 不同地域都不一样 所以的话 我们在这种大的思路情况下 你有了这种 选股的策略 板块的跟踪分析 那么最后面 你就要落实到一个个股上 那么这个个股 你就要去精挑细选 比如说你今天选了三支票 那么这三支票 哪一支票明天你想做 或者说这三支票 哪一支你的仓位会比较重 那么这个就是要我们去 把交易体系细化的一个工作 就是什么 就是金专修 比方说我分析一下它的基本面 分析一下它的这个 阻力建仓的一个区间 它是在建仓区间的 还是在洗盘区间的 对吧 那么它有没有空盘 就是把各个细节 全部把我们学到的东西 全部晚上套进去 套进去 就三步 阻力进来没有 阻力走了没有 阻力空盘没有 对不对 那么就用简单的思路 把它串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就就是我所说的一个 交易体系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政客的内容上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交易体系之后 那么我们在盘面上每天要做的事情 那是怎么样来完成 那么我们就会从一个看盘交易的流程 还有分析模型两方面 全部去梳理一遍 梳理一遍 因为大家在之前的话呢 学了一个月的话呢 是学了量柱 量线 价柱 还有模型分析 但是很多很多同学的话呢 他还有一些就是模糊 因为他可能基础不好 所以的话呢 今天这节课的目的就是 让大家把所有所学到的东西 全部整合来 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框架的一种思路 让大家心里面的话呢 不要再模模糊糊的了 好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看盘交易的一个流程 那么每一天我们盘前要做什么事情 对吧 那么开盘之后要干什么 盘中又要做什么 收盘之后 复盘 要去做什么事情 那么这些的话呢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 如果说你盘前没有分析计划 就像我每天早上 就会把盘面外围的情况看一遍 那么美股大跌呀 或大涨啊 等等的一些环境因素 包括政治经济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石油伊拉克打仗呢 包括什么人民汇率 是不是下跌了呀 等等的原因 一切都会在盘前找盘完成 那么你才能做出今天的交易的判断 今天对大盘的分析的走势的判断 那么大盘盘前判断 我往后走 往后走 就分三点 第一新闻消息类 然后呢 制定今天的盘面策略 那么这个盘面策略的话呢 其实是在昨天收盘之后 因为我们每天收盘之后 就会把当天的走势分析一遍 那么分析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知道明天大概会怎么走 在第二天早上的话呢 再结合新闻消息题材 结合前一天的判断 再得出今天的一个交易计划 和盘面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走势 那么就会得到 我今天经常跟他说 今天低开之后要低息 或者说冲高之后先卖 先冲高卖 还是先调低息 都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在收平的话呢 就要把个股的跟踪 全部选出来 第二天的交易 你不能够 不能够说盘中去选 这个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那么新闻消息事件的话呢 大的就是看战争 货币汇率 还有贸易战 就是经济金融啊 一方面综合性的东西 那么包括说外围 外围的一些行情旁边 是不是大跌大涨 那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跟跌不跟涨 跟跌不跟涨 OK 那么对于国家层面来说的话呢 就会我们看一下 最高的是国务院 那么 不是 应该是最高是主席 放在前面 不能把这个放跌 搞错了哈 第一个是主席发布的 那么然后是国务院发布的啊 总理啊 各部委啊 那么有突发事件的 什么疫情啊 啊 或者什么什么大的一些 对行业影响的一些东西 那么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关注区域的一些经济改革啊 比如说之前说的什么熊安啊 越港澳啊 所以越港澳这一次是打水漂了啊 打水漂了 那么行业的改革 对吧 包括这些啊 说要创新科技啊 那个 要要发展什么芯片啊 等等之类的啊 那么个股的话呢 就是有什么重组的啊 包括解禁 它解禁是不是有大量抛盘 就要注意 那么业绩 预亏还是预涨啊 这些都要看的啊 所以的话呢 新闻消息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从这些综合上面去看 那么这一个的话呢 是看决定整天 全天的大的盘面的风向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决定大的盘面方向 还有涉及到板块 因为它会可能会涉及到某些行业 啊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基本上就跟个股关联度会比较高的啊 比如说什么热点啊 那么区域啊 地区的板块呀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是从找盘消息面 我们所需要看的这一些 好 那么比如说啊 当时在举个例子 当时的话呢 啊 是贸易战正在进行中啊 那么 也在关税汇率 当时的话呢 因为这是早之前的截图了 很早的 那么 在当时来说 我对这个判断就很简单了 那么第一 贸易战进行中 而且的话呢 它又是下跌 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已经消化了一部分的 那个空翻的力量啊 那么前期又达到阻力渐差的区间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又获得了支撑 那么如果说我的判断明天也做 只要明天 举个例明天 低开 就假如今天这是今天的收盘 那么明天如果说是低开 低开盘中不打漏 如果说再次支撑确论的话 那么 盘中出现主动扬 那么就一定要买票 那么因为它是急跌之后出现的一个位置 如果明天跳空直接打漏了 对不起 看盘中的抛盘 如果盘中的抛压特别大 那么你就歇菜 你就休息 就休息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呢 不同的位置啊 你就根据不同的盘中的量能去灵活的去观察 去观察就可以了 而且是特别是如果是在破位的情况下 如果是一个破位大跌 那么你就千万不能轻易去抄底 包括最近那一次一样 好 那么啊 早上的策略的话呢 是画了几条线的啊 那么第一就是说 进入策略 不破臂 因为当时画了条线在这个位置吗 不破臂底啊 就不破这条线啊 线阳啊 不破臂底 阳线低买啊 阳线低买 急拉冲高 先踢卖啊 也就是说你看早盘 早盘之后急拉 如果你的个股拉了很高 就先卖掉 那么下跌 我们这里肯定是不买的 对不对 那么这里又是第一次 第一次拉起来 那么我们也是不要的 而且它的角度非常急 也是不要 那么前面没卖掉 你这里继续卖 继续卖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往下看 放这么大的量下跌 结果的话呢 这里是起来的 对不对 看一下是不是啊 说下去的 对不对 不是主动的 然后的话呢 第二波起来的时候 看一下量 微微的平的 和这个音量比的话呢 完全是不符的 那么这一个量 稍微大一点 但是这个量的话呢 是在高位 所以的话呢 在那一天啊 我只有早上卖票的 一个信号给大家 盘中这里 没有提示过买点 而且在盘中 这个位置 打到高点没打过 那么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你对盘中的 把握度和盘面的分析 不好的话 那么你这种地方 肯定是很容易 追进去的 那么追进去之后 恭喜你别套了 打漏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 多对盘面的分析 多对整个局势的分析 把这种 对盘面的判断 要建立起来 因为大盘的大跌 你的个股 基本上都是大跌的 很少数是走独立行情 有 有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老师你就能 你就不能选一个 有独立行情的 这不是你说了算的 有时候主力都怕风险的时候 主力砸的时候 你也跟着砸 所以我们做交易的时候呢 先防风险 先防风险 如果你一种觉得说 你是最牛逼的 你一定一天天 要买到掌听板 那我做不到 如果说有谁能做到 那么他就是 比底下层还有钱 不可能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顺应市场 顺应市场 那么这就说 每天盘面 要怎么去判断 怎么做计划 好 那么盘中的分析 你看这里是 早上的第一个消息事件 看完了 那么你做出盘面的判断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判断 做完判断以后呢 你就早盘确定位置 做好计划 对不对 做好计划 当中的策略要制定出来 然后的话呢 在盘中 盘中的话呢 跟着行情走的时候 要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 不要去追导差跌 这是盘中需要注意的 那么在第三步的话呢 你就要跟关注你的个股 那么如果大盘 举个例子 大盘在这个位置 你确定是他要涨的时候 而且说位置也很好的时候 那么你的个股 你就要抓住机会去补仓 但是如果你判断它是假低的时候 你就要冷静 不能追涨 而且冲高之后 你要卖票 所以的话呢 这一些都是盘中 去做决定的 盘中的决定 是来源于你盘签的计划 盘签的计划 在你盘中执行的时候 如果按照你盘签计划走的 我们说了盘中 主动买盘出来之后 逢低息 但是今天有的买盘 有没有 有 能不能买 不能买 为什么 它不符合 不符合 那么盘中就要做出很明确的计划的变化 你本来想买的 结果你可能要把盘中的那个仓 可能要减掉 计划要变 计划要变 那么这是个股 个股的位置 你是不是要低息买上去 对不对 如果盘面不好 那么它就会往下打的 那么这个就是个股 跟盘面的跟踪 好 那么盘面跟踪到个股 这个关联性思路有了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在看盘的时候 因为刚才的话 其实说的是盘前 就盘前的计划 盘中怎么应对 那么在盘中的话 就是怎么看盘 怎么看盘 第一的话 还是刚刚所说的 关注大盘的走势 然后的话 关注权重板块 因为权重板块会关联到大盘 那么在关联 看一下涨跌数值 关注跟踪个股和路连板块 好 那么这个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 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把盘前计划 确定好 那么在盘中 灵活的去应对 去应对 它踩到什么点位 做出你的一个判断 是先卖还是先买 那么在盘中的话 这是不同的行情 那比如说 这是这一天 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你看我们回顾一下 那一天我是怎么 怎么早上怎么说的 第一说了 昨天的腿要回来确论 这是在开盘之前 他觉得上是一分 也就是说的什么意思 昨天那条下引线 今天可能要回来再摸一次 再打一次 那么上次二说的是 个股有急拉的 把昨天进了 踢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 急拉的时候 把它卖掉 那么说的是 找盘拉得太急 我们再等等 对吧 那么这是盘中的判断 因为开盘之前 你是不知道 这怎么走的 那么只是盘中来分析 用我们所学到的 所有的经验 看盘的经验来判断 那么按我们一直 所说的十点钟 能心稳定之后 再做操作 那么盘中 找盘十点钟之前的话 那种大幅震战的话 你就不用管了 就不用管了 那么又说 今天星期五 对吧 你能结合时间周期吧 那么星期一 星期二可能还好 那么星期三 星期四的时候 要特别开始注意了 周末两天 对吧 有很多变数很大 所以的话呢 就注意仓位 注意仓位 就大概这样来看就可以了 这是盘中的一个 灵活做出一种判断 那么盘中的话呢 我们大家就一定要习惯注意 我一般就看上这三个 证券 保险和银行 虽然说保险就那几只票 但那群众非常非常大 一个中国平安 就可以拉 把大帮拉起来 那么证券 保险证券也不用说了 那么银行也是 这三个板块 就盘中的时候 要不停的去点一下 看一下 不停的点一下 看一下 很多时候 比如说像这种位置 大盘集叠到某一个 支撑位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不会起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就要很快的去 看一下证券 看一下保险 看一下银行 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共证 那你看 这个上升指数 这个是银行板块 就这里 比如说我盘中 我点到这个位置 那么看 大盘跌到这里 大盘起来 能不能起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间点 银行 可以起来了 拉起来了 对吧 那么银行起来的时候 你要注意看了 是它一个板块在拉 还是所有板块都在拉 都不一样的 如果说一个板块拉 银行他拉不动 如果板块都在拉 银行拉得太急了 也不行 因为很多次之前的话呢 保险一拉的时候 拉了个90度出来 很多次的了 大家都应该都记得 盘中 我就说不能追 不能追 要注意 所以的话呢 它的拉的一个角度啊 和那个力度 还有说一个拉 还是全部在拉 都要都要盘中 灵活去观察 去观察 好 那么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这是证券 就几个板块 这是关注保险 比如说当时保险 你看保险当时走到这个位置 下跌的 那么它已经是打漏了 打漏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 目前来说 还没有找到支撑的情况下 也是不能随便抄底的 谁敢说老师 这个地方见底了 没有 不可能的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先看空 因为它是下跌的一个趋势 小趋势下跌 那么我们就看空就可以了 就不要轻易去抄底 好 那么盘中的话呢 还要看什么 还要看一个暂停板加速 那么这个暂停板加速的话呢 对于盘面的一个能气度 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暂停板数量 比如说暂停板 一般在20个以上还可以 如果说十来个 基本上这个板块就非常 这个行业 这个市场会非常弱 因为这十个里面 还会包括什么重组的 要复排的 要什么赤心股 20个以上 那么可能稍微 还有点弧度 那么同时的话呢 还要看一下 这个跌幅和涨幅 也就是多少支票 是跌的 多少支票是涨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出 当天的一个强落了 那么在大盘移动的时候 大盘移动的时候的话呢 就要关注 如果说大盘在某一个位置 要移动要起来 那么你就看 很多时候的话呢 大盘在横盘洗的时候呢 就两千多万 三千多万 两千多万 三千多万 两千多万 三千多万 就一直在两个万 然后呢 如果说他在某一个位置 突然要动 或者说市场有很多资金 开始流露的情况下 那么你看一下这个盘口 比如说W2的位置 举个例子 W2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开始出现了 诶 十千万手 六千万手 七千万手 九千万手 一个亿八千 八千 七千 八千 七千 八千 很明显的 这种资金 稳稳的在流进去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知道 这个拐点 这种机会可能就来了 可能就来了 那么从两千多 一下变成了六千 八千 六千 八千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在盘中拐点 一动的时候 需要关注的 需要关注的 那么个股跟踪的话呢 就是要注意 那比如说盘中 如果说你跟踪这个票 那么在我们操作的情况下 就个股而言 那么这种票 你怎么做 对不对 那么第一 它是下跌 下跌完之后呢 确实有坚仓吸筹 对不对呀 那么从我们来说的话呢 你这里把它 凹尖锋 这是凹尖锋 你这里不管它 你这里把它 当成一个凹就可以了 然后你说老师 哎呀你看这里 不是有两个凹吗 你就把它这样子嘛 这是一个大凹 对不对呀 那么这里呢 是W1的小凹 W1的E1 W1的E2 那么这是W2 就可以了 那很多时候 有这样子 你看上去之后 下来 那么它在这里 做了一个小凹 再起来 对不对呀 那么这里呢 你就当成W1 这里当成W2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小 W2的W2的W1 和W2的W2 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 我们就定性 你就知道 它是怎么来判断了 你不要说 哎老师 这W2 你说这有W2 你就乱了 就晕了 所以说对个股的话呢 也是要有明确的判断 那么这里 OK 打到这个压力位 也在大阳大阴的21位 如果说你盘中看到 第一盘中个股 冲到压力位打不过去 第一 你就要做减仓处理 减仓处理 而且它又是在前期平台底部 如果说大盘当天又不好 一冲高 主动先卖 举个例子 这一天判断 大盘冲起来了 这个假跌是假的 我们要随时减仓 如果说打到这个高位的时候 那么你的个股 也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毫不犹豫盡查 毫不犹豫盡查的 这个就要很清晰 你的一个操作 要很 特别什么 反应要快 反应要快 那么如果说你卖了以后 那么你的计划就很清楚了 我们看后面 像这个票 当时看一下 这个暂停板是没有量的 那么真正的量在哪里 在这一天 这个板 因为封板的量很大 这个被量 那么这个被量板的话 第一 它是封板的 封板的是有资金 在做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如果说你封板了 那么量也放出来了 那么这一天 你是不能跌漏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 你在这里减仓了 你全卖掉 你不管 如果说 你想做这个票 这个票 走那个幽峰 等回马乡 我等回马乡 可以 那么你就守 守哪里 回马乡 最好不要跌漏 这个位置 或者说 它站上来以后 你再做 因为这一天的 这个量的话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阻力的量 如果说阻力 把它的成本跌漏了 不回去 那么这个阻力出了问题 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 它这一天就跑掉了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如果从我们的交易计划 它这一天就跳空低了 打漏了 打漏以后就不对了 打漏就已经不对了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不要轻易去做 不要轻易去做 那么后面的话呢 打漏以后跟你也没关系 所以说 从大盘到板块 包括盘中的动态的分析 包括个股的计划 这些都要关联起来 关联起来 好 那么盘中的话呢 还要看什么呢 还要看热点 那么我们的五行操盘的 这个面板里面的话呢 这个是看板块的 对吧 那么一个是有行业板块 一个是有概念板块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经常要点一下 这个展数排序 展数排序 展数排序 我们一般点的最多的是 哪一个展数 看看哪个展数 哪个板块在动 然后呢 点一下涨幅 看哪个板块 涨的最多 那么点了以后的话呢 你然后呢 从这边的个股去观察 去观察 因为当时那一天的话呢 是什么 是那个贸易战 然后的话呢 其他的都是跌的 那么猪肉是涨的 猪肉是涨的 那么一点猪肉一看 哎呀 这个猪肉今天涨得不错 你看大盘跌了一个点 猪肉还红了这么多 所以的话呢 当时的一个热点 你就知道 今天是什么行情 是什么行情 因为猪肉嘛 天天得吃啊 然后的话呢 因为贸易战啊 就是减少了美国的牛肉的 包括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肉吧 什么牛肉啊 什么猪肉 就没有 我不知道啊 还有什么什么鸡排啊 等等的 有那些肉 那么这样来的话呢 猪肉 牛肉吃不到 那么猪肉还是要吃嘛 对不对 猪肉不是猪肉 还是要吃 所以的话呢 这一天 那个猪肉板块 是有有移动的 有移动的 那么如果说你的 这种敏锐度高 那么你可以去关注 如果敏锐度高 那你就不用看 整全天休息就可以了 那么至少来说 任何一天板块上涨 你一定要知道 它是为什么涨 你不能说 今天这个板块涨了 为什么涨 不知道 不能够这样子 任何一个行业 它要涨 一定有它的原因 因为资金 大资金去拉动 那么它不可能是一个乱来的 大资金的人 一定是有很多的消息面 比如说他们会去 自己去调研 有团队去调研 或者说去购买一些 非常高端的一些研报 等等 或者说他们有更优先的一些情况 所以的话呢 市场中任何一个板块 移动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它背后的逻辑 这些的话呢 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 不断去关注的 那么 比如说 那一天 还有一个是 煤炭 煤炭石油 能源这一块的 也在动 盘中的话呢 我们要不断的去变 不断的去变 那么哪些跌幅也要看 地区的风格的概念的行业的 都要看一下 都要看一下 那么 包括这个涨幅的那些都要看 好 那么这是对 开盘 刚刚说的就是说 对找盘 你的 看了外围的环境的因素 去做出盘前的预判 结合盘中的走势 做出买卖点的交易的一个计划 和指令 好 那么我们在交易上的话呢 就 要更细致的一点 就时时刻刻盯着盘面了 那么刚刚说过了 这是找盘 看盘面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回到个股上 那么你要怎么去判断 那么比如说像这只个股一样的 你判断那一天 如果说大盘没问题 那么你的个股又正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那么 你盯你的个股的时候 那么盘中 有没有出现你要的买点 你这个当时是我有做的这个票 那么当时同学应该有知道的 那么在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买点 你能不能盯中你的票 很多同学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盘中的话呢 就会去不断的翻票 不断的翻票 盘中这个板块翻一方 那个板块翻一方 翻个几十字上百字票 不要的 盘中一定尽量只盯着自己的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时候同学会有一个矛盾最老师 那个热点起来了 我不要去打吗 首先第一点 热点起来了以后呢 一定是拉升了 一定是拉升了 那么拉几个点呢 可能是上到五个点以上 上到五个点以上 那么当天如果它不能成为热点 假如说只是盘中一个异动 那么你一追高一买 那么你可能就追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如果说很好踩 这个板块今天起来了 但是你买的又不是龙头 为什么 因为龙头 如果说板块动 龙头一定是先锋版的 苗版 封完版以后 其他的老二老三 他才会跟着涨 那么这样一来一看 哎呀 这个板块有板了 哎呀 这个票也在涨 那个票也在涨 如果说那个板块热度没那么高 资金关注度没那么高 那么你很可能 龙一没买到 结果的话呢 买了个小老二或老三 然后的话呢 老二一扑封板 第二天这个题材没有直讯 你就卸菜了 就卸菜了 所以的话呢 我建议哈 我们做好盘前工作 把我们选票的方法思路啊 确定好 那么只跟踪你的个股就可以了 不能说那个天天想涨零板啊 我们最多的目的是万级涨零板 我们只要涨就可以了 一周三个点 一年有四倍啊 不要那么贪心 你像这个啊 这个票的话呢 也是 应该是第二期的时候吧 第一期第二期忘了 那么同学都知道的 第一期应该有记得这里 我是在这里买的 这里买的 然后的话呢 第二天应该是松板了 松板的时候卖掉的 卖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精准达到前面这个位置 他一松板就跑了 因为澡盘这里没有啊 他是秒松 松了一会会 这里没走 没走 那么后面在松的时候就就跑了 就跑了啊 那么这个属于盘中盯好自己的票啊 卖在最好的位置 如果说你盘中没盯好啊 结果一下打打了跌了五六个点 你不想卖了啊 如果说上去没走 然后一打下来的时候呢 就会很被动很被动 所以说你的计划做好了 松板就卖啊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掌握一个主动权 然后甚至很多时候呢 你手上有差三个票啊 这个票打了打板了 结果哎呀 到了压力位松板赶快卖 一卖完之后 你的钱重新买另一只 那么今天赚了10% 5%6% 不管他 那么这只票 你可能还能赚个两个点 三个点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的收益其实会很很很可观的 很可观的 也就是说一笔资金做两个票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宁德时代 当时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有在跟踪的这个票 那么当时的话呢 当时的话应该是在这里 这里说开始说起这个票的 因为当时还没有说金枪啊 没有说金枪啊 那么当时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的枪不属于金枪 但是他属于比较 控盘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比较好的位置啊 因为你看啊 他是这是第一个开板量 开板量的话呢 因为他盘子非常大 开板量之后的话呢 这一天打漏 你看一下 有没有量 没有量 第二天低开之后 没有下一天 直接往上抽啊 就表明买盘很坚决 也就是低了这个价格 所有的人用资金去买 结果的话呢 打到压力位 没有量出来 说明什么 说明 锁仓啊 没有人卖啊 那么很好 再打一天啊 还是没有量啊 所以至少 至少来说 他比这几天的量都要小 对吧 那么当时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跟踪的这个票 那么啊 第一期同学应该有一些同学 有有跟的 有跟踪的啊 我们跟踪模拟操作啊 我们这样讲 那么啊 在这一天的话呢 很明确盘中高点啊 就是让大家关注风险位啊 我们看一看这个怎么卖 对不对 跟盘同学说的 然后的话呢 调了一天两天三天 哎 二一位置上不下来 那么在这一天的话呢 我们应该又应该又又说 关注机会 关注机会 然后的话呢 就一直走一直走 那么你看打完之后也没破 你看 就是我说的 只要是大阳后三天不破的啊 你就要看他这个支部有持续性 那么这个也是331 331的位置也没破啊 那么也就持股就OK了 嗯 别人想说今天 哎呀 今天这个高点卖啊 明天这个给点买 有些票的话呢 你做踢做不好的时候呢 不要去做啊 或者说你不要全餐去做踢啊 别去做踢啊 那么在这一天啊 这一天找盘的时候 9点53分的时候啊 就这一天 这一天 9点53分 在接近最高点的位置啊 这个最高点的位置 应该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当时我说的什么呢 因为这里换了 换了两条线啊 一条黑线啊 如果说持股的 那么就按黑线持股了 黑线破 因为黑线和这个位置就是一条 看到没有 平斜交叉 知道吗 这个黑线一破 就走人就得了啊 结果呢 很多同学啊 摩椅盘操作走了 但是呢 有同学没走 还在问 他这个票为什么跌下来了呀 怎么怎么样的呢 我说盘中 盘中我们有提示的呀 我们学习跟踪的这个 摩椅盘操作的这个 我们啊 是有有做按平衡线 止盈 对吧 好 好 那么盘中的交易计划 刚刚就说了啊 就是这几个盘中你的个股 你的买点 跟着市场 跟着旁边 有风险来就主动减仓 主动卖就可以了 其实没什么 还有一点就是说 很多时候低 他是打到压力位 有一些票的话呢 他没有达到压力位 但是也松绑了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要注意 是不是大盘风险来了 大盘暴跌 啊 或者大盘在砸 砸盘 那么安全起见 也要先卖 也要先卖 你不卖 至少也要减一半以上的仓位 啊 好 那么这是这样子讲的啊 好 那么 盘后呢 我们就要做什么呢 盘后 我们就要做一下 那个 回顾 就回顾 今天 就每天收盘了 那么你就把今天整个过一遍 整个过一遍 那么今天开盘 计划是什么 啊 然后那个盘中 我有没有遵照计划去执行 啊 那么 哪里错了 那么你要重新复位置盘 重新看一下 我今天这个买点 为什么错了 啊 我是不是追涨了 啊 我是不是啊 那个那个 随便割漏割错了 很多同学有这种情况 就说 哎 老师 我找他的计划是这样子 啊 过线啊 比如说 我今天这个票 是在这样子 这个大阳线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调了一天 我想是 过了这个线的话呢 我就持股啊 只要这个 这个 最高 最高位 这个线不破 啊 我就持股啊 或者说破线 我就减一半 减三分之一 啊 结果的话呢 打了一下 盘仲 全部清仓 然后呢 回来 又起来了 他说 哎呀 我就 他就跟我说 他说 哎 老师 我做错了 为什么做错的呀 我这里全部全部全部清仓了 我这么有清仓 他说 哎呀 盘仲 我看了一下急跌 哎呀 我一下怕怕怕怕赚的多了 又又又又还回去了 我 然后我就问他 你成本多少 我成本在这 我说你成本在这 你这么招什么急啊 啊 你这里赚了十几个点啊 盘仲打个一两个点 你就跑了 你要卖你减个三一仓也行啊 对不对 啊 之前说过的啊 比方说 你在这里赚了百分之十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线上 三三一的位置 这个区间 如果上面走着走着 破这个位置 你减三分之一仓 那么你的百分之十的百分比 至少是会变成百分之十四 打下来之后 三一位 如果再破 你再减一半 或者全部扔掉都可以 那么你不能说 因为这里稍微破一点点 就全部清仓了 你不能这样做的 所以说每一天盘中的操作啊 都要在收平之后 收盘之后 去回顾一遍 去回顾一遍 因为如果说你是一个职业交易 交易者的话 或者说你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交易者的话 每天都需要做这个工作 啊 那么盘后的话呢 选股 那么根据大盘 根据大盘走向 啊 比如说 你看啊 比如说这个大盘 当时走成这个样子 那么你怎么选股 你看到这种大盘面 你告诉我你怎么选股 那么前期 主大盘 再做一个凹 对不对 那么很多个股 也会再做一个筑底过程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起来之后的话 如果有回调 那么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底部震荡的 基本上都是选什么 选有底不破 有底不破 前面有板的 有板枪的 然后呢 回调又缩量的 去选 或者说有进种回踩的 去选 或者说有缩量阳盛的 去选 对吧 那么你在盘后 选票的时候的话呢 就要把所学到的 所有的知识点 全部串起来 全部串起来 好 那么比如说 你在这一天 开盘 这一天收盘 这一天 比如你这一天收盘 收下引线 那么你觉得 这个当腿踩 一条腿不稳 对吧 那么第二天的话呢 应该还要低开 再来确认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说 把你的计划制定好 你的买点制定好 当天回调 不破 限阳限 限阳量 你就买 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有可能会出一个反弹的 好 那么盘中分时也是一样 盘中分时 你就抓住 一些机会 如果说 大盘起来了 你复盘看一下 大盘这里起来了 然后呢 我在这里买了 当时的话呢 套了 你就想一想 哎呀 是不是我这里判断错了 老实说 这个主动 主动买点的 这种量量 是不是 我判断错了 你就要不当地回过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在下一次碰到 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就不会 不会错了 不会错了 否则的话呢 你今天 被干掉的 你下一次 如果你不总结的话呢 下一次你还一定会被干掉 一定会被干掉的 好 那么 还有一点的话呢 就每天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嘛 我每天都会把这个 整个过程走一遍 我找盘 哪里判断 哪里是什么提示 我这个提示 当时我是凭什么来判断的 那么 找盘的时候 是这样判断的 好 那么继续走 走到盘中 这里说 泡杯茶 你看这里 这里等十点钟 盘面结束就可以了 等盘面十点钟结果 因为当时说了嘛 下跌震荡 十点钟之前 不轻易操作 那么这样来的话呢 这种位置的话呢 因为当时我带盘 担心同学 看到涨就追 所以的话呢 我就盘中提示 就说这里等十点钟 可以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 是泡杯茶 慢慢等 资金在手 绝不发愁 资金离手 心中有忧 OK 那么打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看 谁拉的 那么就要看 谁拉的这个票 你看银行拉的 银行行动 然后说 慢点 你90度拉伸 对吧 那么 就不要急 那么当时的话呢 昨天有说 银行最强的是谁 那么如果说 一个板块在动 那么你要看看 谁在动 那么这个板块 动了是不是有机会 然后呢 要看看这个板块里面 谁是最强 然后那一天的话呢 银行里面呢 最强是程度银行 就前一天 就这一天的前一天 前一天 最强是程度银行 但是这一天 在这个一天哈 盘中拉的时候 银行先动嘛 盘中拉的时候 程度银行是最差的 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说银行板块 昨天是涨的 程度银行很强 今天再涨的时候 我跟你说 要有持续性的话 那么一定要有领头的 龙头 或者是热点关注度高的 那么我就说了 昨天是程度银行最强 但是今天最差 不合理 那么综合来判断 角度不对 综合来看 这个位置 肯定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然后的话呢 还有还有五分钟 到十点 那是应该是九 十九点五十五嘛 所以说 继续等 那么等完之后呢 就跌下来了 对吧 好 那么后面继续看 所以说冲动是魔鬼 开来是真理 那么 这里就不说了 就整个盘面跟踪 你就要用综合的知识点 综合的一个板块 综合的去研判 综合研判 包括说 你看 早盘 十点 没有买点到 因为他下条到这里 没有买点到 也没有买盘 所以再等 继续等 那么盘中 进入博弈 注意量能变化 然后呢 这里说 周末两天 资金不会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打下来了 是不是 恭喜 今天没有上档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这里买了 在这里买了 你到这里 你就上档了 那么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写了一句话 我说量能有点假 那么这里只是第一次起来 这个量能有点假 那么说明什么意思 我们就不做 继续等 好 那么你看 到这里的时候说 说你假 没有错 主动买法还没有出来 对不对 你看这里 在这里盘中节的图 你看 破线上没有量 属于场内资金 高抛低息 上位有个股的 仓位的 不要重就可以了 那么你看这个位置 还插个小尖尖 所以的话呢 打到这里的话 就说要回一下 有整个盘中 你要灵活的去看 那么对你的盘中 看判断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盘中分时看完之后呢 你的个股 你就要看 比如说 假如说你做这个个股 那么这个个股的话呢 你要回顾看一下 今天这个票 我在哪里买的 我是在这里买的 还是在这里 追完买的 还是说他下来了 我在这里追套了 这个都要综合去判断一次 判断一次 那么比如说这个票 我的判断是 这个费量 对吧 那么这里有个精准回踩 这是个平量 平量过假音 而且的话呢 这里也非常不错 又洗盘 又打过去了 那么今天这个票 我可以跟 可以跟 那么今天 你就按照机会去做就可以了 买对买错 都要去看一遍 那么复盘选股的话呢 就第三步了 做复盘选股 那复盘选股的话呢 就用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几个公式 比如说 这里这个没有 比如说你用展天板选股的 那么有一个把的 有两个把的 或者说有板枪的 都可以 都可以去选 那么在选股这一块的话呢 应该之前说过 我们就不细说 就不细说 好 那么在这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的 加益模型 要重重复的 去梳理一次 巩固一下 那么 第一 我们要看大事 定性 定位置 然后呢 分析阻力的逻辑 用量价线性因 去研判 包括我们选股也好 旁中去看票也好 一定要围绕着这个思路去做 那么第一 趋势定性定位 任何时候拿来一支票 一定要先缩图看市 然后呢 放图看局部 这个是永远不变的 那么比如说拿来一个票 一缩图 先看到最后的一次 上涨 那么这个上涨的话呢 一看 在这里的话呢 14块9 其实15块 等到20% 不属于 极大出货的那一种情况 那么你就看 这堆量是不是有阻力建仓的痕迹呢 那么它是不是有一个 大的震荡凹呢 那么就要去关注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还要看一点 它是不是有除权 然后的话呢 盘中有 这里有S的话呢 就要看它是不是有除权 那么有些票的话呢 比如说你看 它这是除权票 那么除权票 也是一样要说图看 也要看到高点 看到除权的位置 除权的空间 那么除权 当时的位置在哪里 中后来看 那么看完以后 那么你再看一下 这里有没有机会做 那么再放大看 那么放大看的话呢 就看这一段就可以了 看这一段就可以了 那么一看 除权之后 放了量 对吧 那么放量之后的话呢 往下砸 挺好 砸了一个什么 砸了一个类似于凹 不错 那么如果说你有跟踪的话 假如说有跟踪的话 那么前期WR 是有一个买点的非常好 这个是一个愣小子 这个愣小子是关头关脚 非常好 那么不破21位 就迟着等着 拉起来 但是拉到这个右风的位置的时候呢 你就要主动先卖了 那么这是属于WR的交易计划 那么如果说在这里的话呢 你就守哪里 守这个凹尖峰 基本上一直缺口位 一踩到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你要买 这里能不能买 这里是不是平衡位 不知道 是不是 是 但是呢 已经有点长 对吧 那么你就在想买 万一明天起来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做好计划了 你觉得他想起 那么你的仓位控制好 但是这个位置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有很多三十天的 那么这个位置 能不能一口气上去 我估计有点难 估计有点难 所以的话呢 你的仓位 你就要控制 这个空间好像 好像不大 那么这里就不能打中仓 就不能打中仓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你把每一个票 刚才的话呢 是除权看的 除权看的 对不对 除权看 他打到这个位置 我们再 前复权看一下 前复权看的话呢 他也是打了这个平台位 那么两头都是压力 就除权不除权 他都是压力 那么这种票的话呢 就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那么不能轻易的中仓去做 轻易中仓去做 好吧 那么这就是个股 说图 看事 看图 看局部的一个标准 好 那么我们在看票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 还是要把 之前所说的 主力思维啊 凹的量性分析 综合走势研判 这些综合的去 评估一下 评估一下 那么这个案例没换 还是个案例 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第一 我们选票 看票 就要来看了 说这个票 下跌放量 放量是主 有主力参与的 那么这种参与度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第一天 除权第一天是这样子 除权第一天放的量的话呢 通常来说 如果放的量 一定要往下打 一定要往下打 那么你就知道 除权票往下打 好 好 而且的话呢 出现了什么 长音长腿 倒踢音 是不是我们说过的 止跌基因 诶 又是除权的 又放量 又有往下洗盘 又有倒踢音 四个 这里就四个条件出来了 那么四个条件出来之后呢 就等 等什么 W1嘛 1不做嘛 我们等下面 诶 有一点W2的位置 你看他是不是 打到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呢 又出现了一个 阳频音 频量柱 对不对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诶 再加一个 诶 有五 五个条件都有了 那么这种机会就来了 机会就来了 好 那么这是对于个股分析 我们一定时时刻刻的 要把这些知识点 全部串起来 串起来 简单一点就是说 简单一点就是说 按我们之前所说的 三步 第一步 阻力进来没有 第二步 阻力走了没有 第三步就是阻力空盘没有 去看就可以了 那么出货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你持股的 你就要看 吃不到压力位了 到压力位就主动做好 止盈计划 止盈计划 不能说高开 高开之后 老师我手缺口也不行 可以啊 但是这种位置就不要手缺口了 有高点就走就可以了 右风主动卖票 永远比你被动卖票要开心 如果说盘中冲到了六个点 你不卖 结果的话呢 绿了0.5 我告诉你 你今天晚上睡觉都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你会认为 不是你会认为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盘中打到六个点没卖 结果跌下来了 就会想着说 哎呀 哎呀 为什么没有卖 哎呀 瞧桌子的 很很很后悔 为什么很后悔呀 因为你会认为 这六个点是你的 然后呢 只是没赚到 赔回去吧 你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 那盘中给你六个点的时候 又有压力 你就主动先卖不就行了吗 对吧 那么你就往后推 以后的话呢 就主动去卖票 我们反正最近很多同学都会 卖得特别好 主动去卖票 像我们去北大特训的 这一个那个郭姐 最近做几个票 都在展停板 都在展停板松板的时候卖 卖得很舒服 卖得很舒服 那么两个压力 一看 就是要卖票的 那么其他的票也是一致 那么 之前所说的一些战法 那么我们叫战术 战术战术的一些运用 那么一定要在选股的时候 持股的时候 关联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交易计划 才做出的是有依据的 有依据的 那么这个就过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在第三部分的话呢 就是把量价线性因 五个方面做一个研判 做研判 就基因综合分析 交易计划的跟踪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前期大的盘面 大的盘面 然后到个股的一个操作上 就全部就应该是可以讲完了 那么比如说这个个股 任何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要会去解读一个票 那么哪里是止跌 你看这里六十六十四块六 往下打 对吧 第一次止跌 第一次止跌的话呢 你别质疑他上去的 不会的 你要想 任何一次 任何一次阻力下跌 它的目的是什么 阻力拉伸股票上涨 是为了卖货 那么阻力往下打压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接筹码 所以的话呢 他还没有吸购筹码的时候 你不要轻易的去重仓做 那么老实说 哎呀有些票 你看有些票横了两天 八八就飞起来了 那有啊 那你万一他不起来 你重仓一做 那你就套了很深的 那么不同的位置 那么仓位的配置也是不一样的 啊 不同位置 仓位配置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因为阻力 如果成本拉得少 那么他可能快 那么他回来也快 那么你的仓位就要轻一点 如果你买中了 很多时候 你卖都卖不出去 阻力一个杂七八个点 你怎么卖 你卖不了 你割都割不了 下不了手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 哎 跌了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跌了四十啊 达到这里五十啊 再来重新建仓 不明显 再往下打 啊 这里的话呢 就有点明显了 这个奥比较明显了 啊 那么结合位置 结合判断 结合量价基因 去综合去研判 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这个基因细节 我就不说了 不说了 大家都懂 啊 那么研判以后 那么在操作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盘中 做好计划 做好计划 啊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 就应该是讲完了 就整个交易体系的建立 我们再回顾一下 再回顾一下 我放到最前面去 好 稍等 就是两部分 第一 看盘的交易流程 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找盘干什么 做好什么交易 交易计划 交易策略 收盘之后 要怎么选股 做好第二天的交易计划 交易策略 那么的话呢 啊 又把个股的分析啊 该怎么看票 该怎么去盘中伏击 啊 或者说买点 卖点啊 思路又梳理了一遍 梳理了一遍 那么 看盘的流程是 怎么看盘 盘前工作要干什么 然后呢 怎么看盘 盘中交易要干什么 盘后工作要做什么 啊 盘前就是新闻交易啊 当日的盘面的策略 还有个股的机会 啊 就是啊 新闻面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类型 它对盘面的影响 是不一样的 这个会影响 整个大盘盘面 那么这个的话呢 会影响当前的热点 就是盘中 只要不是利空 那么盘中 应该要说 只要领导发话啊 不是利好 就是利空啊 那么多数是利好啊 利空一般很少说啊 很少说 啊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是利好 你就看一下盘面反应情况了 包括这是 比如说越港澳 我们说那天说 啊 越港澳关注啊 他要要开通了啊 习大大也去了 结果 就是要想啊 如果越港澳 我们说明天要关注 那么你要看明天 如果明天越港澳 连一个一字版 或者说八九个点之后 快速封版的票没有的话 我跟你说 这种板块基本上没戏的 任何一个热点板块要出来 那么他必须有一个一字版 啊 或者说快速封版 这是一定的啊 不是不是那个是一定有的 但是那些没有 没有的话呢 就那个热点就基本上没戏 基本上没戏 啊 那么这是对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板块的一个啊 判断啊 那么再说了如何看盘 那么如果看盘的话呢 就关注大盘者是 关注权重板块 关注盘中涨跌数值和跟踪的个股 还有六点六点板块 好 那么啊 在第二部分的话呢 就说到了啊 就是说盘中交易 确论什么情况下你去买票啊 那么你是按计划买票呢 还是按计划卖票啊 然后下面还有说了就是盘后工作 那么回顾当天盘面的一个操作是对了还是错了啊 那么做出自己的一个总结 然后呢 复盘后要选票选股 那么也不是说你每天要选股 每天要换票 不是的 只要你跟踪的个股在你的分析之内 他没走坏 你就继续跟踪就可以了 你不如今天选一只扔掉 明天选一只扔掉啊 你永远都选不到票 有些票的话呢 是需要养 需要跟的 好 然后的话呢 后面再讲的那个对于个股 个股的交易交易的模型 就是先要看什么 趋势定性定位 然后呢 分析阻力的逻辑啊 用具体的量价性益 去分析个股去研判 那么就是缩图啊 缩图看市啊 放图看局部啊 好 那么分析阻力思维 就是说每一只票 拿到以后呢 先要看阻力思维 然后的话呢 用我们的奥的量型去分析 然后呢 综合去判断这个走势啊 判断他 哎 我是用啊 W2去 方式去买呢 还是用金枪去买呢 还是用板枪去买呢 你就选择一下 你用哪一种思路去判断他 去去操作他 好 那么最后的话呢 在个股研判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判断这个票 好不好 那么你一定要综合去判断这个基因啊 他的 指跌基因啊 然后那个吸筹的基因啊 控盘的基因够不够啊 然后的话呢 制定好你的交易计划 那么这个是主要今天的今天的内容 好 那么最后面的话呢 啊 我们还有一小部分啊 就是古道道法自然啊 那么我们每个人学了一个月 或者说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那么 这里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学 你看啊 今天学 明天学 都在不断的增加 对不对啊 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但是的话呢 你真正想学好 啊 他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啊 唯学日夜啊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啊 那么这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一段话 那么这里简单说的话呢 就是说每个人进入股市的话呢 啊 我们要取 要就是说 啊 要有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啊 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思想 那么 唯学日益的话呢 就是说 刚刚所说到的哈 学 我认为的话呢 就是在股市中就是数 就是我们所求的技术啊 学了技术 那么你每天学一个什么战法也好 一个技术也好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你不可能 所有的都能够在一支个股上用上 不可能的 或者说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啊 进价买票的呀 打板的呀 根本不符合你 因为进价打票 打板的都是资金派的玩法 一般的散户啊 去一百个能活九十九 能活0.5个都不错了 就留半条命都不错了 没有他 所以的话呢 这个最重要的一点的话 就是说 我们学过程中的话呢 会支点越来越加 越来越多 但是的话呢 我们要从 数变为什么 变为道 这个道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总结 你符合你 适合你 也就是说 你跟着很多老师学 你比如说 这个老师也用 那个老师也用 不行的 你最后面一定要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老师 选择一个你认为 符合你的交易体系 建立的老师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走歪走偏 而且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不断的去总结 把你最擅长的 最喜欢做的一些模式 确定下来 那么最后面的话呢 就专精 专做某一种 比如说 你就做板枪的 板枪我做的特别好 对不对 或者说 我就做回马枪的 在这个精准回踩方面 用的特别好 我就做金枪的 我用金枪去做 我就做黄金线上 扬盖音的 都没有问题 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 比较擅长的 因为三千多支票 你不能说 用一招 比如我就用黄金线上 扬盖音去买所有的票 那有些票 它就不符合这种类型 不符合这种类型 有些票 它就属于DC的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的话呢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总结 总结又总结 优化在优化 那么达到什么 达到了一个无为 也就是说 任何一支票 打到你面前 你很快的就知道 我要用这个方法去做 在这里 另一个票 我要用另一个方法去做 也就是每一个方法 你都总结出来一个 非常独到的东西 那么最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地无为 什么都能 什么都能去 对你来说 什么票 一眼就看懂了 所以很多同学就说 老师帮我看个票 然后可能说一扫 就跟他 基本上跟他说完了 就说两百钟 两百钟给他达出一个结论 然后他说 他说你们看这么快呢 我就说这是一个过程 十几年不断的 十几年不断的 损之又损 总结再总结 把不好的东西丢掉 把好东西留下 因为我以前学过很多 传统技术等等的东西 非常多 你说什么 均线啊 我可以给你讲几天几页 长论呢 也给你讲几天几页 讲不完 讲不完 所以的话呢 最重要一点 大家要有一套符合自己的操盘体系 那么 我的五行操盘 就是我经过这样一个长时间的 不断的去尝试 去累计 去总结的一个 我所认可的一种交易模型 交易模型 好吧 那么 那么今天的课的话呢 就到这里 那么第三期的正课 今天结束 在下一期的话呢 也会把一些更准确的一些盘面的一些节奏 包括我刚刚所说到的 更多的一些 细的讲的东西 给大家去讲 好吧 我想结束说 按惯例 那个确实 我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 居一公 表示对大家的感谢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有缘同学 下一期我们继续 好吧 再见 那么 有体会的 那么还是欢迎大家能够在大群里面 发表一些体会 那么 也可以抒发一下你这个一个月来 真实的一种学习的一个结果